因為一方面要處理很多影片的剪輯 那其實現在我們做一些教學影片啊 或者是放一些東西在網路上 同學們其實都會反應說 有字幕對他們來說會比較好觀看 因為一方面他們可能回家的時候 並沒有辦法帶耳機或者是把聲音播放出來 那所以我們上下字幕對他們來說就會比較好來閱讀 或者是在吸收我們的一些知識 那所以這邊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我的影片基本上現在都會有字幕把它加上去 那我們其實在Youtube上面呢 我們有一些方式可以來處理 就是來上字幕 像是 好 這樣我現在先隨便點一個 那我們上字幕的時候可以直接用它裡面有一個字幕的選項 然後來增加字幕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用手動輸入的方式 然後來慢慢一步一步加 可是這種方式對我來說 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太麻煩了 因為你看喔 其實輸入的時候會需要有字幕的文字內容 那同時開始的時間和結束的時間 我們自己都要來確認 那這樣就會很麻煩 就是好像我現在講了這麼多話 那它到底停在什麼時刻 其實我自己也很難來確認 那所以這邊我們就有另外兩種軟體 我自己現在比較常用的 也使用的比較穩定 就是第一個是PyTranscriber 這個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這個 A G Stop 我其實不知道怎麼唸 好 沒關係 基本上我常用的會是這兩套軟體 OK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個 Github上面的一個開源專案 那所以呢 這裡都可以找到它的檔案 然後還有它的程式碼 然後我自己比較習慣使用的 像它現在到2020年的時候 它是出到第1.5版 可是在我自己嘗試的經驗下 1.4版是還可以 然後1.3版的話會是相對比較穩定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有Linux的 也有Mac的也有Windows的版本 那我自己在操作上的時候 在Mac的使用上 失敗率比較高 就是有時候可能有一些更新啊什麼的 它就會突然沒有辦法用 那所以我自己都會有用Windows的方式來執行 那Windows的話另外的話 我會選擇Portable 就是免安裝 免安裝的版本 那 Installer的時候有的時候也會有問題 那 這個就大家可能自行再用用看 那Linux上面也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 這個呢 第一個 這套軟體 它是來幫我們把影片裡面講的話 把它轉換成 那這樣就可以幫我們省下剛剛講的那些麻煩 就是包含 我要確認那個時間點 然後我要確認 文字內容 這些東西都可以幫我們節省一些麻煩 好 那另外 另外 因為有的時候 它這種辨識的方式呢 不是太精確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些修正或確認的時候 我們才會需要用到這個 AgSub 這套軟體 那這套軟體它本身有Windows也有Mac的 好 那我自己使用過的話是WindowsMac 兩個都一樣 穩定都沒有問題 好 那所以像我如果 我今天帶一台Mac 來使用來工作的時候 那我會選擇 我可能就在家裡之類的 然後我先把這個文字 先把它全部跑好 跑好之後 再另外用瑣碎的時間去慢慢去修 修正每一段的文字 讓它 嗯 讓它確認之後 然後文字是正確的 然後我才把它拔出去 好 這樣比較好 好 那所以 這邊呢 我就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的整個操作流程 好 那首先 這個東西大家可以就載下來 然後我這邊載的是1.3版的Portable 好 OK 那所以我現在把它放進來了 好 OK 那所以我們可以點進來 這裡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執行檔 然後點下去 好 那它的介面會是這樣子 只有 三 嗯 算是四個按鍵好了 好 那 非常之簡單 好 大家不用太有緊張感 首先 Select Files 好 這邊瓜糊它有個S 代表說 它其實它可以一次放非常多的影片 好 那 我們可能今天 嗯 一個週末 大家可能矛起來 來錄線上課程 那這個線上課程我可能錄了10支影片 那我就可以這邊直接把它全部選起來 那所以我現在這邊稍微 我點一下桌面 桌面這邊我放了兩支影片 好 就是我前陣子還沒處理完的影片 OK 按開啟就檔 好 現在這兩支就上來了 OK 那如果我當然不要就按Remove Files 好 那另外這邊 Output Location這邊 好 那我把它選擇 我就直接選擇桌面就好了 OK OK 好 這樣子 我要輸進來的影片有了 我要輸出的位置也有 那接下來就是 語言 那我現在講的是中文嘛 所以這邊它預設是English 那它有非常多類型 但我們這邊直接滑到最下面 就可以看到Chinese traditional Taiwan OK 所以這樣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直接開始跑了 好那我們就按Transcript Audio OK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它會先把音訊檔把它轉出來 好然後 再來開始做轉檔輸出的動作 然後它輸出其實還蠻快的 好 那我像我現在用的筆電 我雖然大家現在看到是Windows前面 但我用的主機是用Windows 那個Mac的2017年版本的MacBook Pro 那所以它現在整個運作起來其實還算OK 就是速度快嘛 對 就是也不是很新的電腦 畢竟已經五年前的電腦了 所以還是OK的 好 那所以這裡你可以看到 它會幫我們輸出一個是TXT檔 然後一個是 那個 那個 SRT檔 就是 嗯 我們以前用在歌詞上 反正它就會有一個時間軸 跟一個 那個文字 它會輸出這兩個答案 那 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有些字就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我們等一下會要再來確認 來修正那些字 好 但我們先等它全部來輸出完 這兩部影片齁 它時間其實 像這部應該 13分鐘 這一部的話 7分鐘 所以你看它其實 所以你看它其實 就算這兩部合起來20分鐘 它整個 整個 整個把 字幕輸出也不到 不到兩分鐘吧 還蠻快的吧 對 就它真的可以幫我們 使用很多麻煩 那我們接下來就只是做一個 缺人的動作 來 好 ok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這兩個都輸出了齁 那輸出了我現在就把它全部丟到 好 我要處理這些檔案的位置 這是我平常另外再用的資料加來看一下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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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 那先把它丟進去 那原式檔案我就可以先把它刪掉 好 那我這個 筆電裡面空間 那我這個 筆電裡面空間 好 那我們就來處理另外一套 那我們另外一套是在這邊 我們就點開 在這裡 OK 點開之後它介面長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可以先把我們的字幕檔輸入 所以打開字幕 我們就找我們要處理的那個檔案 像剛剛這個 馬克貝 不然我們先用Slicer for Fusion 360這邊打開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每一段文字的開始時間 文本呢 它全部都幫我們list出來 好 那 我們單看這樣子其實很難來做處理 所以我這邊會再打開視訊 會同步把視訊匯入進來 所以這邊點一下 OK MP4 OK 好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影片的位置 影片在這邊嘛 然後 它的文字 都會出現 好 那所以其實像現在我們就 假設我們現在這樣點兩下之後 它就會開始撥這一段 撥完這句話它就會停了 那當然 像這個 OK 你看撥這一段 這樣點這個的話它就跑這一段了 那撥這個呢 它會一路下去 OK 那 要編輯的時候就點一下我們要處理的這一排 然後就直接上面 來修改 OK 好 這樣處理就可以了 OK 那 嗯 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就只要上面 假設我們現在處理完了 就按儲存字幕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儲存字幕之後呢 現在其實像剛剛我們在看這個影片 就是我們上傳youtube這個影片嘛 就是我們上傳youtube這個影片嘛 我換一個已經上傳過的 好像這個 好 這字幕我們就可以點了 然後就按 上傳檔案 上傳檔案 然後這邊就是包含時間碼的 就是SRT檔案的 把它上傳上去之後就OK了 好 我們這邊呢 就示範一下 上傳字幕 那像這邊 我點選字幕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 上傳檔案 那這裡有一個 我已經處理好了 那所以 呃 有SRT檔的話 那我們就 點選 包含時間碼 然後就按繼續 那接下來 我就來找一下我們的 我處理好的那個檔案 像 這邊 這個 OK 線上3D 回圖這個 然後副檔名是SRT 好 然後按上傳 OK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原本剛剛這邊什麼都沒有了 它就全部跳出來 然後它會符合我們的位置 那 如果 大家在操作的時候 就是 比較小心 比較細心的話 其實可以再 看一次點一次 但 基本上因為我們 之前已經處理過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處理了 就可以按完成 那它就再上傳上去 然後 後續我們點了時候 像這樣子 我們點進來看 好 那字幕點出來 就會有這些字幕出來 那關掉的話就沒有 這樣就好了 OK 好 那 接下來呢 大家就可以自行 就是來操作看看 然後 其實這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比較快速 比較方便的方式 對 那 那 因為大家現在 比較多都看字幕 所以就 我們就一起幫他們 把它完成 OK 好 那 大家就 加油 OK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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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 我們